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让我们一起祈祷 主啊愿我口里的言语 我们每一个人心里的意念 都在你面前蒙悦纳 阿门 今天是圣灵降临期的第几个主日 才叔厉害了 一想就想到了 前两个礼拜就是圣灵降临节 上个礼拜圣三一主日 到现在圣灵降临后的第二个主日 其实在圣灵降临期里头 教会的礼仪也叫做 教会的更新期 就让到我们 上半年是做什么的 教会年 上半年耶稣做了些什么 出世 接着去到 传道 传道完之后这么快受难 大齋期做了什么 预备受难 接着受难节 受难 接着去到什么节 受难节之后 復活 接着之后 聖天 接着再到圣灵降临 这个的上半年和下半年 就是在圣灵降临节那里去做分野 所以上半年就是说到 耶稣基督的生平 下半年就是说到 属于教会自己 要绝壮成长 所以你看到 今天师班的领 都是用绿色领 就像一棵树那样 不断的生长绝壮成长 用英文有个名字 圣灵降临期 除了叫做 Pentecost 即是圣灵降临之外 还有一个名字叫做 Ordinary Time 即是 普通的意思 Ordinary 很普通的 也有人中文译做 常年期 即是说有一个 常年期 普普通通 即是有一个 非常年期 就是耶稣基督 刚才我们说上半年 讲到耶稣的时候 就是非常时期 Extraordinary 你想想小时候 读书的时候 英文老师 就说 你真是Extraordinary 那我就想想 哎呀 是不是说我特别普通呢 那时候 即是说我 这个英文字 就是Extra 即是特别 跟着Ordinary 即是普通 即是说我特别普通 原来他是赞我好的 原来我是特别普通 即是好的意思 那这个其实是对照的 那你说 其实是常 非常 又是这样 每年都有圣诞节 每年都有复活节 每年都有父亲节 每年我都要想 父亲节如何庆祝好 是不是 那也很投行的 但是另一个角度 Ordinary 这个字 也有一个名字 Order 就是按照次序 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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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dinary 这个字 就是代表 其实我们在这个 常年期里面 是一步 一步 又一步 迈向越来越似 耶稣基督 迈向这个终极的日子 你相信的嘛 理论上今天是比昨天更近耶稣 回来的嘛 应该是 除非不是 所以这个常年期是一个好像螺旋的形式 不断的循环 不断的去 向前进 所以就迈向永恒的路程 今天的经文 都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经文 你会发现 三段的经文 都是在讲一种 在常态里头的一种非常 我会三段经文都讲完 所以圣经那里可能要多揭 我们看到三段的经文都是很有趣 首先我们看看以利亚的故事 《列王纪相》十九章 那里呢 以利亚之前 在这个 就是说要去西奈山之前 去河烈山之前 她做了什么 在另一座山上 她做了一些东西 很厉害的 钢火 在加密山上 就烧着了一只牛 记不记得吗 她淋了水到牛 然后也能烧着 在那个时候 你会发现 她大大地 战胜了巴力先知 你发现了她 耶和华的能力彰显 你如果看看 《列王纪相》十八章三十九节 那里的以色列人很兴奋 她大声说 耶和华是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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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很兴奋 接着他们做了什么 就追杀巴力先知 冲到下去 山脚去杀他们 所以这个时刻 就好像是以利亚 生命其中一个最高峰的时刻 也都是如果你知道 圣经的南国和北国 北国拜偶像是多些 在当中 他们拜偶像的文化 是一个很重大的挫败 但是你想想 以利亚的开心不超过一天 她一天之后 她就立刻收到耶洗别 就告诉她 明天 如果在这个时候 如果我不使得你 好像那些人那样 死无全尸 就怨神明 重重责罚于我 这个是耶洗别说的 你想想 以利亚为上帝 大发热心 就赢了 她不是输了 她是赢了 赢了 赢了那个人 反而被人追杀 为什么上帝不去保守她的仆人呢 为什么以利亚的赢 不是带来了全国家的转化 都归向上帝呢 是不是不合常理呢 这件事很奇怪 我们继续看下书信的经货 你看到加拉太人 他一直被看守在律法之下 他们无法用信心去清移 去超越那个律法 基督徒我们遵守律法 都是一个常态 但是被律法绑住 都是我们的常态 好像我们开会 一拿着一份会规 通常都是我做 大家都要跟着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是看不到 超越了律法 并且完全了律法的耶稣基督 加拉太人也是一样 他们很重视摩西的律法 他们却是看不到 完成律法的耶稣基督 因为他们守规矩 所以他们很重视什么呢 你如果看回圣经 他们很重视 犹太人和希腊人的关系 很重视当时他们是 遗奴的、自主的 即是说那时有奴隶和自由人的关系 很重视男性和女性的关系 你会发现一群 信了耶稣基督的信徒 仍然被这个世界模式绑定得很厉害 而律法绑住 让我们看不到耶稣基督 都是很奇怪的 最变态的 其实就是在福音经科 格拉心人 你是不是觉得很奇怪 格拉心人本来已经奇奇怪怪的了 他不穿衣服 不住屋 他住在哪里 住坟墙 你有没有想过住坟墙挺好的 风凉水冷 还有些挺的 躲在里面也挺好的 但是你在坟墙那里住 那些人那时觉得最正常 对这个人是什么呢 就是要拿手 拿铁链 拿脚链去锁住这个人 接着就绑住他 接着就觉得他是 这个才是最正常的常态 但是当耶稣赶走了他身上的鬼之后 那些人见到格拉心人 坐在耶稣面前 穿着衣服 神智清醒 那只鬼走了 他们发生什么事 那些格拉心人 圣经说他们害怕 你看到一个人好 你竟然害怕 因为他痴惯了 你想想 接着他们就求耶稣离开他们 这件事是否很不合常理 是否很奇怪 其实变化 或者一个非常态的时候 变成一个常态 但是我们现在都经历很多 甚至会用三个中国的成语去形容 一个叫做 习妃 后面懂不懂得说 圣诗 昨晚些人不懂成语 你们比较好 好 第二个成语就是三人 不是 是三人成虎 第三个就是子鹿 大家都懂了 习妃成事 也就是说 我们经常都习惯了错 就以为那件事是对的 三人成虎 就是财叔说 哎呀 这里有只老虎 我都不信他 然后美猪说 这里有只老虎 我又不信他 到Nancy E 就说 这里有只老虎 是的 真的有只老虎 这个就叫做三人成虎 到子鹿为马 大家都懂了 你想想以前 我们戴口罩 见到人戴口罩 就觉得他有病 坐车都不坐在他那里 现在谁不戴口罩坐车 我就不坐在他那里 所以这个年代就是这样 我们已经习惯了 这个的变化 和新的做法 我更加听过 有一个朋友跟我说 他说他就不用手机去数码 他刚刚跟我说 他就说 我拿一张子本的疫苗通行证 谁知道他的荷包 就摘到那张子 成一张咸菜 于是一数就数不到 然后有个人就拿着那个手机 当令箭 就说你不可以进来吃东西 因为你的马是不合适的 就是当我们变成一个 那么奇怪的环境的时候 这个变化就好像变成我们的常态 就是这样 我们叫他做什么常态 新常态 但是这个新常态 是不是没有了口罩呢 我们才会觉得奇怪 是不是 很奇怪 这件事 所以我们要想想 什么才是正常 什么才是变化 我们小心 刚才说的三个成语 扎飞 什么 三人 什么 成虎 和指鹿 维马 是要小心 我们小心 习惯了错 变了对 我们要 有几个人跟我们说 我们仍然要去思考 要去判断 你想想 我们现在仍然要判断 你看看我们现在的疫情的数字 其实不断的升 但是那个 解除我们一个疫苗的封锁 所以我们更加要知道 我们在这个世界不断的变化当中 仍然真正的常态 一定是永恒不变的主宰 我们看回圣经 耶洗别继续追杀以利亚 但是上帝会提供力量 给以利亚去休息和前行 以利亚最大的骄傲和最大的烦恼 来自《列王》 纪尚十九章第五节 他那里说 耶和华现在够了 你拿我的命 因为我不比我的祖先 你想想 他比他的祖先不好 即是他跟谁比较 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 一大堆人在前面比较 接着第十节 他就说 我为耶和华万军的上帝大发热心 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药 毁坏了你的痰 用刀杀了你的先知 剩下我一个 他们还要追杀我 这个就是以利亚最大的烦恼 为什么我做这么多事 我又比前面不好 接着我为你做了事 我还要被人追杀 于是上帝就派遣天使 甚至亲自去临到以利亚 跟他说话 是上帝亲自去跟以利亚说话 接着让以利亚克服他心中的恐惧 这个声音不再在加密山上 大阵杖一下 啵了声 降火杀人 而是什么声音 刚才看到 在河烈山上帝的声音是什么 微小的声音 对 微小的声音 更重要的是以利亚 他愿意听上帝的说话 去听天使的说话 他走了四十日去河烈山 第一 第二 当上帝叫他的时候 他是听到之后 就是用外衣 遮住他的面 出来 站在洞口 所以当上帝去呼召我们 去指引我们的时候 我们要聆听 亦都要回应 这样的时候 上帝就会告诉你 如何回应这个世界 继续看福音书 福音书 是格拉森人 继续面对当地人的恐惧 但是他仍然愿意走遍传城 去传扬耶稣基督 这个格拉森人 如果你看回整段的圣经 他一直都是主动的 他的主动是 他一看到耶稣 他做了什么 大声叫 耶稣 然后他就认识耶稣 然后他当鬼赶走了之后 他是如何在耶稣面前 坐在耶稣面前 然后他在第38节那里 他亦都是 恨求耶稣基督 是给他在一起的 所以你想想 其实这个格拉森人 是一个热心信仰的追求者 他是主动热心去求告上帝 并且为上帝做事 至于加拉大书 你看到加拉大书 继续面对律法的挣扎 但是保罗为他们带来了 清义和自由的福音 其实今天仍然 我们很多人面对律法的挣扎 我想说一个比较有趣一点 近日我在福音电台 我在福音电台侍奉的 我主持了一个新的节目 就是专门解答信仰的疑难 那些人最喜欢问一些奇奇怪怪的信仰题目 因为我也比较奇怪 因为在中国内地 有很多人对于吃血 就是有血水那些的食物 就是他们比较恐惧和很大挣扎 因为圣经里头说血就是生命 所以他们就不敢吃有血的物体 于是有一个人就问我 他煲汤的时候 他就帮猪肉出水 谁知道是出不干净的水 然后煲完汤那些 还有一些血丝 那他就很忧心 很怕得罪了上帝 因为我就跟他说 我说我们外国人 常常吃牛扒 都是那些三成熟 五成熟 七成熟 一切下去全块都是血 那怎么办 但是之后就慢慢向他解释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就是律法的问题 我们每天都很认真地坚持 去守一些圣经的律法 最后其实我们有没有掌握到 这个核心是耶稣基督 我刚刚昨天早上收到一个电邮 是一个英国的教会寄给我的 就说因为我有些歌谱去处理 他就问我诗歌版权问题 他说我们今个星期六 即昨天早上收到 我们今个星期六崇拜 很想唱一首诗歌 就想向你申请版权 麻烦你速速复我 速速 接着我就说 如果我复你 我写十万元给你 先唱一次 你唱不唱这首歌 如果我说我不让你唱 那你唱不唱 我们这首歌可能练了四个星期了 那你现在最后那天才问我 那所以其实呢 很多时候呢 他好像很想在我里得到一个认受性 但其实他是遵行了律法 但是他看不到背后的精议 因为诗歌的本身 当然要照顾音乐人 但是也都更重要的事 是传扬上帝的真理 所以我们要承托教会 才是诗歌存在的本质 所以在加拉太书那里 要告诉我们听 我们藉着信 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头 成为上帝的儿女 今天我们不再被看守在律法底下 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来临 让我们在这个变态的世界里头 得着释放 所以今天我们要问的就是 我们有没有好像以利亚那样 去主动去聆听上主微小的声音 并且他起来回应 起码要先走四十日路 之后有没有好像格拉森人那样 去主动去叫耶稣的名 并且主动恳求跟随耶稣以行动活出救人 更加我们又要问 会不会好像刚才我那样说 血水和板强的故事当中 因为我们继续被律法捆绑 而让我们看不到上帝永恒的子人 我们今天三代经科的三个主角 其实他们都在寻杀属于他们真正的常态 但是如果你仔细看这三段经文 这三个常态其实都是很变态的 如果你看以利亚的经文 你会看到他的常态就是耶和华在西乃山上面 听完以利亚 说完有一大堆怨气的说话之后 他就说什么 今天经文没有读的 他说你沿路回去 去到大马士革那里做些什么呢 到了那里去看阿玛 你要告哈舌做阿兰王 名词就是高 东词就是高 所以你用高 告他做阿兰王 跟着 继续又告宁氏的孙耶胡做以色列王 又告阿伯米河拉的人 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触你 你想想在一个渺无人烟的西乃山 当剩下以利亚一个人的时候 上帝在发布的指令是什么指令 是很重要的指令 告诉我们谁才是掌权者 谁才是华士人 上帝发布的指令是足以影响 当时近东地区的势力平衡 因为它会影响了阿兰这个国家 影响了以色列这个国家 并且有下一代的先知兴起 我们知道上帝的掌权 本来就应该是常态 但是对于当时的政局来说 你想想 一朝天子一朝神 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新皇帝 你想想多复杂的事情 所以当时的国家是会带来动荡 而的确耶护也是带来了很多的动荡 另外你看看这个格拉心人的故事 福音书更加奇怪 鬼魔离开搅扰人类 带来了一个都挺变态的结果 带了多少只猪跳海 2000只猪跳海 猪肉最差的那些上肉 多少钱一斤 你没有买菜的吗 多少钱一斤 四十八 四十八 那么贵 我楼下28 那就有空来我们天水围买菜 那28元一斤上肉 之后一只猪 大概200斤左右 两口左右 即是5600元 2000只猪即是多少钱 1100万 当批发价半价了 昨天批发价15.7元 那就是一半 你当是600万 耶稣去救一个格拉心人 用了600万去买他回来 我小时候都在想 为什么耶稣搞死了那2000只猪 不用赔钱的呢 有没有想过的 这些留给主日学回答你的问题 但是你想想 虽然格拉心人是外邦人 耶稣杀死那么多的猪 是打沉了当地的一个经济命脈 但是彰显了好听就是说 你们都是重价买回来的 格拉心人你都值600万的 你都是重价买回来的 但是你看到这个重价的常态 用重价买一个人回来的常态 是真的非常的变态 而且你看到这个格拉心人回回正常 这个不是应该是常态吗 但是大家都觉得这个常态就是很变态 而更变态的常态就是 这个正常的格拉心人 变了一个耶稣的传道者 将耶稣的救恩传遍格拉心这个地域 所以常态真是很变态 我们再看加拉太书三章的经文 你会发现保罗追求的常态 也都是更加变态 第26到28节那里说 我们藉着信都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 这些我们在教会听惯了 藉着信成为上帝的儿女 你是上帝的儿女 我们是弟兄姊妹 我们都听惯了 但是你想想一个超越的存在 竟然看我们做儿女 可能你家里有养猫 有养狗 有养小动物 你都会说 哎呀 儿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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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的那样 里面那只蟑螂 是你的儿子 有没有看过家里 在那儿爬爬 那只壁虎是你的儿子 是吗 你不会这样去看的 但是上帝这个超越的存在 看我们的 我们的 鸭鸭鸭那么差吗 那个距离根本就是 上帝可能跟细菌那么远 上帝竟然视我们做儿女 这件事是非常奇异的事情 圣经更加说我们受使归入基督的人 每一个人都是披戴基督 你说什么叫披戴基督 就是说你就是基督 就是为而你是基督 什么是基督 我们信了基督教那么久 基督是什么意思 是什么 没有人敢说 信了基督教那么久 也不知道什么是基督 有人跟我说 基督就是尼赛亚 那我说尼赛亚是什么 就是圣神 就是圣神 好答案 圣神是什么 即是受告者的意思 受告者就是正如我们看到 看到要告那些皇帝做皇帝 以前在这个旧约圣经里头 只有三种角色会受告 给高去告是什么的角色 刚才说了君王 还有什么? 祭司 还有呢? 先知 对了 所以这三种角色 我们今天都是承担着 我们是先知要向这个世界宣告上帝的话语 我们是祭司要向这个世界去代求 我们是君王 也都参与在这个世界的管理里面 所以我们就是基督 披戴基督就是在我们身上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小基督 也都迈向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地步 经文更加去说 我们不再分犹太人、希腊人 不再分为奴的 是自由人的 不再分男性、女性 因为你们在耶稣基督里头都成为一了 你想想民族之间的区分和认同感 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 甚至是起了很多争议的课题 记不记得几年前之前 那些人在研究 你是中国人呢? 你是中国香港人呢? 你是香港中国人呢? 还是香港人呢? 这个已经有很大的争议 都不用说现在打仗的地方 你说俄文 你是不是乌克兰人呢? 或者是说那些人会开始矮化其他不同族裔的人 作为一些蝗虫啊 蟑螂啊 狗啊 你不同看法的人 你就将它变动物 但是在圣经里头 就算你是不同的动物 其实我们都是蛇鼠一窝 因为以赛亚书那里说 炮子要和山羊羔同鳄 少壮狮子要和牛独和肥畜同群 我们不同的背景的人 就是在上帝面前 同季与日 慰奴的 自主的 男的女的 都是一体 你想想这件事是否很变态 这是一个常态 就是永恒的常态 今天我们做不做到呢? 是否仍然分港台上下堂区领袖 平信徒牧师 这样去分呢? 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属于耶稣基督 我们都是同贵于日 不过分裂就很容易的 合一就很艰难 每一步都是艰难 最重要就是要一步一步去放下自己 例如以利亚他要放下 我不好过我的祖先 那边 格拉心人 那里的人 要重新接纳这个癫了的人 加拉太的人 要重新调整主博 犹太人 希腊人 等等的心态 这些一点都不容易 其实每一个都是一个很大的障碍 所以更加要仰赖上帝 知道我们能够同贵于日 其实变幻和恒常都是我们生命当中重要的元素 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在信仰和价值观里头 就是要这样捉住个常态去面对变态 有没有人是基督少年军的 这里 没有啊 你们没有回BB吗 回过 是吧 经问是什么 BB的经问 我们有者只望 如同灵魂的导 又坚固 又牢靠 其实我们今天在世界里头就是这样 好像一只船在大海里飘啊飘啊飘啊 但是我们的导 只要扎下去 泥土里头 我们就能够稳固的 去扎稳 可以冒具风浪的变化 近日有一个弟兄就去装修 那他临时要住其他地方半年 接着我就跟他说 我就说 现在呢 买床浴呢 上网买呢 有些是三个月试睡 有些是一年试睡的 你买一张床回去呢 那你就反正你在那里住半年而已 那你就买一张一年试睡的 然后睡半年之后退了它 这样 接着呢 他就一听到这个呢 他就说 梁亦軒 这个是道德的问题 不是每一个利益 我都要拿尽的 这个提醒了我了 我都很惭悔 其实对于某些情况 我们已经习以为常 而要过真理的生活 是会有一些损失 所以一阵首歌会唱的 《闹索系紧》 《根基教证》 我们用若汉慧斯里的神学 四条支柱 《圣经》 《传统》 《理性》 《经验》 帮助我们 不至于在这个充满转变的世界里头 逐水漂流 迷失自我 不过再看得再阔一些 其实变态 常态 其实都是上帝创造的 偉大的生态 所以最后呢 送上一个字给你 英文字 就是刚才说的 祝大家成为一个 extra ordinary的人 特别普通 或者是非法卓越的人 另一个呢 就是会长送的 就是转变的世界 跟着什么呢 阿们